音樂一下開啟燦爛模式 啦啦隊員陽光熱舞加上甜美笑容 是歷年終止開賽亮點 2020終止開幕戰 4月11號如期開打 但現在球迷恐怕不能到場應援 因為武漢肺炎疫情 終止原則上僵踩 閉門比賽 這個疫情以前就有 付售所謂的計票 我們寫了一個案子就是 如果只讓這150人左右的人進去 可以實施完全的實名制 還有座位距離可以拉得很大 而且可以固定座位花票 終止將提交衛部不爭取 希望開放資深球迷進場 也主動提出防疫方案 除了實名制跟座位兼具拉大 場內不提供飲食 另外看球得強制戴口罩 槍棒出擊也只能看在眼裡 不能出聲加油 現在能確定的是 首站樂天桃園迎戰中信兄弟 將成為職棒開打三十一年來 觀眾人數最少的開幕戰 球員球員 偏良體溫 終止雖嚴格把關球員體溫 但球迷若真的進不了場 只看電視轉播 補助退票 廠租費 疫情後振興計畫 發放運動消費 敵用券兩百元 不讓這一波疫情 將好不容易扶植的運動產業 打落谷底 三星文連鋼 先天安保台北報導 209 大便 大便 重點